各位,這裡有個朋友說 這次的新冠肺炎 使得現在的經濟跪下來了 經濟搞不定 這句說話後面那一段 我覺得幾有深度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他解釋為什麼他說 這個新冠病毒是一個最大的顯示 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社會的衰退 整個文化經濟全部倒閉 abundoning mitigation measures 將一些可以保護的措施全部不要 反映出現在我們的權力架構中 根本是非常之短時 而且完全是cloud policing policy 即是討好人民 沒有實際做到什麼 他在說戴口罩是一個最有效的 防止病毒散播 但這件事大家看到是非常困難 美國那邊剛剛他們的高院又推翻了 政府要求在飛機上面 戴口罩的要求 所以突然間在飛機上面 不用戴口罩了 這個 我覺得真是 美國 唯一的問題是甚麼呢 根據這句說 我們不知道要多久 現在大部分的C by C 了解到長期新冠後遺症的問題 看外表 遲點會看到 我們個人的經驗和基建 就會開始 沒有辦法正常運行 因為有太多人因病 不能 連續地工作 很多維修人員會因為感染到新冠 和後遺症 沒有辦法繼續 到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西方政府 他在這裡說是政府 但我只指西方政府 我中國政府不會發生這件事 西方政府會馬上 我心想找一些短期 使人民喜歡的政策出來 但最終對新冠肺炎 沒有辦法治理島 會成為這個國家 最終會倒下來的成一 我認為這是指美國吧 大部分人都沒有跟進資料 也沒有跟進新冠肺炎的報導 另外一句 我可以和大家肯定 這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911 以後和以前不相同 這個朋友問 你是不是指以後 情況會好一點呢 還是資本主義會繼續 變成一個 新的封建制度 下一個人說得很清楚 哪一個的經濟 在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在過去兩年 是前所未有地 可以囊括到這麼多資產 只是全世界數以億計的人民 進入了極端貧窮 所以我們要看看 哪一個經濟 這個說得很清楚 我們知道其實一直以來 西方政府現在還在推動 要中國躺平 甚至有人說 鍾南山院士 都是在新的論文上 建議中國政府要考慮 怎樣可以開放 我覺得鍾南山院士 建議中國政府要考慮 怎樣開放 我不是建議中國政府躺平 只是要考慮方法 可以使得和外國交流 比現在更加好些 我覺得 你要來中國做生意 你就要在中國隔離 隔離原則才讓你進去 或者你這班人來中國做一件事 這班人就是製造 好像在東國奧運會 做一個氣泡 把你整班人包在裡面 讓你們安全地 也不會影響中國市民 我希望鍾南山院士 是指這種開放 而不是西方政府所說的 大廚染區域的人民進入中國 雖然中國人民的疫苗注射量都很高 我們看到在這次上海事件 主要的人員去世都是一些老年人 大部份是因為病發症和沒有注射疫苗 都仍然有一定的效果 但我們仍然不能排除 在不知不覺之中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後的後遺症如何 現在完全沒有證據 但已經知道有部分人 最少有大約百分之十的人 感染過新冠肺炎的 他是有後遺症 早兩天和大家讀了 就是 Martin Jacks 一個著名英國歷史學家 他的兒子在無症狀之下感染了新冠肺炎 由去年三月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基本上非常疲勞 大部份時間要睡床 厲害的時候要睡十六個小時在床上 現在稍微好轉 要十三個小時在床上 都大大影響他的生活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我當時感染到沒有症狀 但後遺症如何 現在完全不知道 所以最好的策略 仍然是不要受到感染 要不受到感染 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更加要保護人民 所以我絕對不贊成中國是開放的 我們是動態清零 我們是不希望有大規模的擴散 像今次上海一樣的大規模擴散 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創商 尤其是在物流那邊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現在大部份的船 擠在三藩市長島那邊 但因為上海這件事 亦都有很多物流的貨運船 亦都滯留在中國這一邊 變成現在兩頭都船擠在這裏 這個對全世界經濟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好事 我們跟大家報告過 中國第一季度的出口貿易 有13%的增長 但未算上海這次事件所引致的損失 到遲些上海真的可以完全恢復正常之後 到底要拖多久呢? 現在我還未知 香港那邊剩下600多人一天 但下開始部分開放想學 這個有一個非常大的潛伏大問題 現在想想 如果香港好像很多香港方面的醫生說 有幾百萬人 三四百萬人已經感染過新冠 遲些後遺症出現的時候 對香港的經濟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西方政府他們做不到事 不等於中國政府不做事 我更加不希望香港政府 好像西方政府這樣採取這個躺平的手法 這是一個絕對 對人民、對國家、對經濟 都是一個負面的政策 但沒有辦法他們好像這篇文章講的 沒有辦法可以真真正正做到 有效的管治 其實問題不只是應對新冠 對其他政策 例如美國那邊 那些槍擊事件 那些民族之間的歧視 那些貧富懸殊 他們沒有解決 政府根本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 所以西方政權的倒不只是因為新冠 其實就是很多原因加在一起 所以我對西方政權的長遠觀望 是非常悲觀的意思 拜拜 謝謝大家